哈喽,大家早上好啊 今天起来,天气也是阴沉沉的 昨天晚上又下了雨 今天早上起来,鸽子还是没有回来啊 也不当当是我没有回来 隔会那边也是没有到鸽子啊 估计昨天的鸽子都舍在江西了 就是两江西境内都飞不出来啊 早上起来,你看空空的 一个也没有到 啊,结束了,秋塞结束了 现在就是要给我们春晒的小鸽子 准备给春晒的小鸽子开架了 今天起来之后,把鸽子喂完之后 然后放了一些水 给我们春晒的这些小鸽子洗一下浴 第一次给他们洗澡 洗着还挺欢快的 虽然今天是阴天 但是天气还是蛮热的 很闷热啊 所以这个时间给小鸽子洗一下澡也不错 不会说怕他着凉了什么的 因为我们小鸽子第一次洗澡啊 怕他去喝那个洗澡水 所以没有放什么东西 就是清水 让他们沐浴洗一洗 然后今天把这个旧棚里面的潮仙也全部移开了 然后我们春晒的小鸽子就正式的独立了 早一天,好像过两三天吧 太阳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选择中午来给他们开架 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棚里过 有些鸽子已经蛮大了 已经有在捣毛了 所以我们尽快的来开架吧 反正现在适应已经适应下来了 湿石啊,喝水什么都很正常 大鸽子在里面带了 也全部抓走了 秋晒结束 收拾收拾一下心情 然后来 养我们这一批春晒的吧 还是有很多的失落 今天早上醒来 第一时间就看手机嘛 手机上面有报道数据 然后看的是空白的 虽然天气很差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 持龟可以回来啊 特别是比较看好的 那两个 一个是近青的 而且是老鸽子出的 那鸽子 打完比赛是准备要留种的 结果是 蛇了 就插在江西了 看一下 龟巢0 一个都没有啊 这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早上两鸽会 一个持龟的鸽子都没有 确实是比较少见 这里就剩下两个大鸽子了 过了明天后天 如果再没有鸽子回来的话 然后这个新棚这边 就暂时放磁鸽吧 把那个旧棚啊 旧棚那笔的磁鸽 全部移过来这边 然后春晒的小鸽子 我们就演在对面那个旧棚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关注跟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见 希望我下个视频拍的 是我那两个喜欢的磁龟哥回来了 太难了太难了